数公尺高的巨浪冲破堤防 打上中国浙江东极岛 台风凯米横扫台湾后直扑中国 凯米登陆前已经风墙宇宙 树木断根倾斜 福州已经有货车被狂风吹翻 深圳还出现诡异 雷电交加 黑夜恍如白天 随着凯米在二十五号晚间七点五十分 于福建省莆田市沿海登陆 刮起最大十二级风力 零星灾情频传 现在在我所在的这个低洼路段 已经有大量的积水所在 而且这个水深最深处 其实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膝盖的位置 抿着交界淹大水交通大乱 多地实施三停一休 停工停产停客及休市 铁路航空等公共交通停运 超市也出现捕获人潮 目前统计已多达六十二万人受灾 但可怕的还在后面 预计隔美将会以每小时二十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并将于今天傍晚到夜间 由福建移入江西 中国气象局预估海米深入内陆 豪雨将波及十多个省市 整个夏天已经在跟洪水搏斗的中国雪上加霜 科学家警告中国对于气候变迁相当脆弱 今年上半年经济损失近一百三十亿美元 三千两百万人受到影响 暴雨 山洪 墙对流高温 现在又碰上台风 五种气象预警齐发 全中国俨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三立新闻 杨俊宗报导